弟兄姐妹们平安 让我们继续来学习主祷文 主祷文的结束是对神的颂章 耶稣教导我们 对我们的阿爸父这么说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都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承认我们的主、我们的王 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祂有一切的权柄 一切的荣耀也都集中在祂的身上 如果我心中有一张椅子 是让我的神做的 祂在我心里做王做主 我的内心就是神的国度 如果我的家里面 有一张椅子摆在我面前 不停地在提醒我 耶稣是我一家之主 神的国度就在我的家中 所以神的国度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的心中 在我的家庭里面 我不论去到什么地方 就把神的国带到什么地方 就把神的权柄 带到什么地方 就把神的荣耀彰显在什么地方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神的家人 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 这是何等的福分 在祷告的结束 我们都会说阿门 阿门是什么意思呢 阿门就是说 我承认爱我的神 是信实的君王 他所说的都是完全的正确 他所说的就是真理 所以当我说阿门来做结束的时候 我就是说 神你所说的我都同意 你每一句话都是我人生的标准 我要按照你的话语来过日子 我同意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也要活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的生命就是你话语 在我心中不断的应验 不断的展现 阿门